你推我几场面失控 柔佛苏丹的梦想房屋计划今天开放申请 虽然苏丹下午才正式推荐 但人潮一大早就几到现场 民众原本有秩序的排队 但随后场面完全失控 大家越过分界线 登记抢购房子 柔佛苏丹伊布拉欣殿下在下午抵达现场 为计划正式推荐 殿下还现场将摩石药刑 颁发给三名来自三大种族的小朋友 象征房屋计划 公平照顾各族下一代 殿下是配合华丹为柔佛子民送上这份大礼 民众只要符合条件 就能够以十万令吉购买到独立室或半独立房屋 而按贵金只需要一令吉 房子面积一千平方尺 共有三个房间 不过首阶段只有六百个单位 因此才会引发民众抢购 对于场面陷入混乱 民众纷纷发出抱怨 为何现场不发出号码牌 有人怒吼泻愤 也有人不肯离去 席地而坐 表达抗议 MTV7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管达抗训